歡迎回到現場 工商協進會 日前舉辦第26屆 第二次禮堅市的聯席會 多名工商界大佬出席 包括了理事長吳東亮 還有33會理事長林伯峰 都接受了媒體的訪問 針對美國升息 還有內需市場 以及能源議題 向政府提出了多項建言 政府的產業振興條例 應該往後援 那麼需要 台灣需要政府來協助 紓困跟 防疫還是有必要 談到目前產業界的狀況 即便台灣現在已經進入 防疫新生活模式 但產業的疫情傷口還未癒合 33會理事長林伯峰 提醒政府振興不能停 而另外對於穩定供電 還是堅持一套說法 過去反核有反核的想法 那麼現在 核電有核電的需要 那麼政府怎麼考慮 應該想清楚 而且讓台灣能夠在民生工業 都能適當的使用台灣的電 工商協進會第26屆 第二次李堅市聯席會議 理事長吳東亮跟林伯峰 對於兩岸情勢不穩 所帶來的衝擊都做出回應 應該恢復海基海峽兩會的溝通 這兩會能溝通 國台辦跟陸委會才能夠有 彼此交換意見的機會 台灣還是同胞 兩岸一加親 在工商業立場 我們當然是希望要和平 我們兩岸還是要對話 兩岸的交流 這還是好事情 這是應該要做的 而針對台灣目前工商界 兩岸貿易往來 都呼籲政府應該要恢復交流 礙於目前兩岸局勢 持續的緊繃 僵持不下的對立角逐 而另外 美國多次的大幅升息 世界受到影響 兩位產業界大佬 對台灣目前的匯率表現 抱持樂觀 台灣就是錢走掉了 事實上台灣的匯率 相對其他國家也還算穩定 我想政府的處置 還是相當的不錯 匯率的貶值有利於出口 有利於出口對台灣是有好處 因為台灣是出口大火 但是要貶到什麼情況 我們台灣的工業競爭對手 需要是韓國 也跟韓國來做比較 來保護台灣的工業的出口 美國升息牽動國際 林伯鋒認為台灣貶值低於日韓 不用過度於擔心 吳東亮則表示 面對通膨 美國不斷升息也是不得已 但美國一升息 全世界就受到影響 台灣在這方面 處置還算得宜 相信央行能夠穩定處理 人間衛視張宇晨 正人宗 台北採訪報導